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通与苹果在晶片领域的竞争这几年一直都很胶着,数据机晶片领域,苹果一直难以摆脱对高通的依赖。 科系媒体Tech Insights近日发文称,其初步的拆解显示,iPhone 16系列使用的是客制化的高通X71数据机晶片,而不是前一年的X70 Slim Modern的下一个逻辑更新X75。 通过这种升级节奏的变化,苹果明确表示将暂停iPhone数据机的升级周期,并暗示其自主研发的5G数据机即将发表到iPhone产品线中。 2019年6月,苹果宣布收购英特尔的数据机部门。 当时,英特尔是iPhone Advanced LTE 4G数据机的唯一供应商。 然而,随着5G的临近,苹果认为它们可以扭转英特尔5G数据机设计长期延迟的局面,以配合星空中接口技术的推出。 如果苹果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另一种选择将是依赖高通,而当时苹果与高通正深陷一场旷日持久的IP和许可诉讼。 另一方面,高通则战略性地将5G智慧型手机的推出时间推迟了整整一年。 已迫使苹果解决诉讼并采用其5G数据机晶片。 时至今日,苹果的5G数据机开发专案正在从5G数据机效能和网络相容性问题中恢复过来。 经过5年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苹果似乎终于可以将其自研的5G数据机设计产品化, 其很可能在2025年初的iPhone SE更新中。 预计他们生产自己的5G数据机的首次商业化努力将是适度的。 5G Slim Modem或可能集成在A系列处理器中,但可能仅具有当前5G功能级的子级, 比如,不包括毫米波5G。 另外,摩根士丹利大摩9月底的分析指出, 苹果旗舰新机iPhone 16系列的交货周期较过去三个iPhone的交货周期缩短, iPhone 16成为自iPhone 12以来最不受欢迎。 摩根士丹利调查显示,iPhone 16的需求低于之前,截至9月底,即开始预购两周后, iPhone 16在美国的平均交货时间为15.2天,而去年同期iPhone 15的平均交货时间为25.7天, iPhone 15的平均交货时间为18天。 摩根士丹利表示,当他们汇总所有iPhone交货时间数据时, iPhone 16从预定到交货平均时间为14天,是过去5年所有周期中最短的。 摩根士丹利总结,苹果减少供应订单的可能性超过50%, 可能影响苹果12月当季的营业收入。 然而,分析师也认为,产品生命周期早期的交负周期预测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大摩仍然更加谨慎地解读这些数据。 市场解析,交货时间始终取决于苹果的库存量, 而苹果从未透露过这个数字。 因此,苹果实际上可能在生产足够的iPhone来满足, 其需求方面做得更好。 然而,制造和苹果的时间表都存在实际限制。 虽然永远无法得出结论, 但将任何一年的iPhone与之前的iPhone进行比较, 至少是部分合理的。 摩根士丹利报告称,早期iPhone16买家似乎是为了太旧换新, 或被新机型电池寿命和影像系统的改进所吸引。 目前为止,他们并不是因为Apple Intelligence才购买的。 面对苹果在今年手机市场的如此表现, 安卓阵营的大佬们已经迫不及待, 准备推出今年的旗舰机行动平台。 除了联发科的天机9400等新品, 高通新一代旗舰行动晶片平台骁龙八占4也已经同步推进中。 近期,三星被曝光, 正在为新一代旗舰智慧型手机Galaxy S25 Ultra 对骁龙八占4进行了多次测试。 而最新的爆料显示, 拥有更高主频版本的骁龙八占4, 其多县程得分,获得了比上次更高的分数。 此前曝光的疑似高通内部资料显示, 其即将推出的新一代旗舰行动处理器 骁龙八占4将会有两个版本, 包括SM8750和SM8750P。 其中,SM8750P是更高效能的版本, 传闻将由其新一代的Galaxy S25 Ultra即行独占。 据此推测, 型号为SMS938B的三星Galaxy S25 Ultra, 所搭载的骁龙八占4, 很可能就是传闻中的更高效能的版本SM8750P。 即高通骁龙八占4 for Galaxy, 业界又称骁龙八占40先版。 而9月底, 该晶片的Geekbench跑分已经流出。 根据这次最新曝光的Geekbench 6数据显示, 型号为SMS938B的三星Galaxy S25 Ultra, 其搭载的骁龙八占4的两个效能核心运行频率为4.47G, 六个效率核心运行频率也高达3.53G, 其多核得分获得了9706分, 单核成绩为3011分。 相比之前测试的Galaxy S25 Ultra版本, 当时效能核心运行频率还仅为4.2G, 效率核心运行频率为2.90G, 这次提升后多核效能提升了7%。 作为对比, 此前曝光的苹果A18 Pro的Geekbench 6的单核跑分成绩为3409分, 多核成绩为8492分。 显然,骁龙八占4的多核测试成绩超过了苹果A18 Pro。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曝光的OnePlus 13所搭载的骁龙八占4, 虽然效能核4.32G和能效率核3.53G的运行频率, 均略低于上面的三星Galaxy S25 Ultra, 但是其单核得分为3236分, 多核成绩更是达到了1049分。 均高于搭载频率更高版本骁龙八占4的Galaxy S25 Ultra。 目前还不清楚搭载更高频率的骁龙八占4的Galaxy S25 Ultra的单核及多核成绩, 为何低于搭载较低主频的骁龙八占4的OnePlus 13, 有可能是对于骁龙八占4的优化差异, 也有可能是散热设计的问题。 根据资料, 高通骁龙八占4 for Galaxy采用了台积电第二代3nm工艺, CPU部分采用2、4.47G Orion大核加6剩3.53G Orion大核, GPU为Adreno850,频率为1.3G。 作为对比,标准版骁龙八占4的CPU频率为2×4.32G加6剩3.53G。 此外,联发科天机9400同样采用台积电第二代3nm工艺, 但CPU频率为1剩3.63G Cortex-X925加3剩3.3G, Cortex-X925加4剩2.4G,Cortex-A725, GPU为Emmortis-G9252核, 单核跑分2876分, 多核跑分8987分。 苹果方面, A18 Pro和A18处理器的最高主频为4.04G, 采用2加4架构。 这次最新爆出跑分的骁龙八占4FORGALAXY领先版, 在大核频率和多核效能上表现突出, 其实际表现值得期待。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